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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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個好的生活習慣 以及控制高危因素 50%的中風可以預防 其實甚麼是一個好的生活習慣 包括定期的作息運動 最好每個星期有三天 有30至45分鐘的大氧運動 還有食物方面 最重要是少鹽少油 如果有病人吸煙或瘀酒的習慣 更加要戒煙或瘀酒 除了三高方面的高危因素之外 我們亦要注意 如果本身有心臟病 病人本身會更加容易有中風 所以如果有心臟病的病人 我們更加鼓勵他定期作出檢測 看看三高控制的情況 亦有些研究顯示 如果本身中年男士 本身是高危中風一族 如果透過改善他的生活習慣 已經可以降低中風機會70% 其實中風的危險因素包括三高 包括血壓高 血糖高 和膽固醇高 而膽固醇更加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尤其是低密度的膽固醇 我們也是俗稱的壞膽固醇 如果長期邊高就會積在血管裡面 引致一個動物觸用硬化形成 導致血管生失 長期也會增加血管撕裂的機會 而引致中風 嚴重的會引致半身不碎 甚至死亡 一般來說 如果病人膽固醇高 我會建議病人先介好 一定要控制食物裡面 吸收膽固醇的含量 當然 如果食物裡面控制得不好 而膽固醇未能達標 我們便會建議病人服用藥物 藥物裡面分兩大類 一種是他丁類 另一種是非他丁類 他丁類的作用主要是 減少肝臟制度膽固醇 減低血液裡面膽固醇的含量 從而減低血管生失的風險 當我們服用他丁類 而未能夠再進一步 降低膽固醇水平 我們便會考慮 加上非他丁類的藥物 包括膽固醇吸收抑制劑 以及PCSK9抑制劑 研究顯示 如果PCSK9抑制劑 加上他丁類的藥物服用 可以降低膽固醇水平 85% 如果我們了解中風 一定要了解中風的病症 現在我們老科醫生 很多時候都教病人 譚笑用兵四個字 甚麼是譚笑用兵 譚的意思是說話突然表達不清楚 說不到表達清晰自己 笑的時候可能面部不對稱 苦紋又高低 面歪向一邊 用的意思是用不到手或腳 病人一邊身會覺得無力或麻痺 如果有以上病徵 第一時間要盡快搬救兵 因為越早接受治療 病人得到康復的機會更加越來越大